距离首都纳路比西南 两百六十公里的著名动物保护区 Nasmara 马赛马拉 面积一千八百平方公里 将近有二十二个香港岛之大 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动物 拍摄小组一心想捕捉一大堆狮子 大象这类珍贵的镜头 可惜未能如愿 路途中见到不少的水牛 但当地的猎人说 其实水牛比狮子更危险 因为狮子吃饱之后 不会突然袭击人类 但水牛只要觉得稍有危险 便会主动地攻击人 动物保护区内有四百只狮子 熊市非洲草原 因为万寿之王的威名 狮子一直都是游客最想见到的动物 不过再威猛也有它的天敌 它的敌人就是一个个当地的土人 马赛马拉动物保护区内的 马萨马赛族人 正是狮子的可星 马赛族一直在这个动物保护区内生活 因为民族背景的关系 一般人要特别深情 才可以在区内狩猎 但政府就特准马赛族人 可以继续以狩猎野生动物为生 据说狮子会惧怕族人身穿红色的服饰 如果面对三四名手持长矛的族人 就算强如万寿之王 通常都注定失败 这个马赛族人 就说自己曾经猎杀过三只狮子 这个族最大的特色 目够于特大的尔孔 他们认为尔孔越大代表越美 所以从小就会用刀将尔孔逐渐隔大 更会以事物贯穿尔孔 保持尔孔不会愈合 马赛族有一个传统 男性只负责建屋外的围栏 防止猛受侵袭 用牛粪搭建的住屋 就全部由女性负责 目前肯亚共有120万个马赛族人 但是有很多已经搬到城市居住 现任副总统也是马赛族人 现在只有大约20万个族人 继续过着这些漂泊原始的生活 马赛族是否能够继续抵抗文明的洗礼呢 离开原始文化 在肯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 一座古堡里藏着另一种文明 1593年 葡萄牙人在肯亚拥有庞大实力 同年建立这座古堡 当时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商人 都以这里作为和肯亚贸易的中心 交易动物的皮 脚以及香料 三四十年前在古堡一条地道 陆续发现大批相信是中国明朝的陶瓷 如今古堡内就设有一间博物馆 收藏这些中国文化的结晶 馆内有一个陶器 上面写着中文字圣桥 至于是什么意思就无从考察 身在他乡 可以感受祖国历史的余晖 另有一番感慨 肯亚海鲜大王董如康 在肯亚奋斗三十多年 创出自己的事业王国 公司的名字叫瓦纳尺 是东非图语大众的意思 他笑着说和我要钱差不多音 不过他现在只想安享晚年 所以早就安排儿女接班 我希望他们在这四年之内 可以多学一点东西 如果以目前的表现来说 我对他们的评语 最多只能给三十分 以我的标准来说 以我为一百分来看 他们最多只有三十分 并不是我要求我的儿女一百分 他们就一定能做到 可能他们做到六十五分 如果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 他们能够团结在一起 无形中力量就比我强了 现在我对他们的计划是 希望四年之后 我退休回到了香港 能够经常地了解他们工作的进度 到底是怎么样 我应该会再给他们五年的时间 在这个五年的时间之内呢 我偶尔会回来查验他们 或者是在香港问他们 有没有什么问题 财务的方面 或者是到底怎么样了 如果他们表现得还不错 我就会将公司交给他们 如果他们还是不行 做得很辛苦 经常休息三个月啦 休休息六个月啦 又说爸爸我没有办法 要我回去 那老实说 等到五年之后 我会想办法把公司给卖出去 回想自己漫长的他乡故事 他坦言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未必会甘愿将人生的舞台搬到非洲 过着离乡背井的生活 不过他深信自己 甚至其他中国人 纵然去到任何一个角落 只要坚持原则 成功必然在望 请问你的成功之道是什么 我想应该是勤劳 这是最主要的原则 还有大胆 也要靠自己思考 才能够转动得快 这是我最基本的原则 董先生一家主要以英文 或者说普通话交谈 只有一个可以用纯正的广东话 与董先生沟通 Karina 1994年卸购董如康的大儿子 决定由朴素的元朗嫁到更落后的非洲做过步新娘 当初知道你的男朋友是来自非洲的 那你自己有没有抗拒 还有就是你的家人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其实呢 我的父母他们非常的开通 只要认为 我觉得开心的话 他们不会反对我嫁到哪去 他们不会有意见的 非洲 当时我觉得非洲很遥远 从来都没有想过非洲这个地方 其实非洲是我小时候儿时梦想的地方 就等于好像有人梦想着丝绸之旅一样 只是个梦想而已 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会嫁到非洲这么远 但是那个时候你丈夫不会说中文 当你们回到家里面见父母的时候 他们双方要怎么样的沟通交谈呢 他啊 他只会叫一声爸爸妈妈而已 就这样子 所以我父母非常的满意他 从来没有怨言 因为他从来不聊天 所以父母对这个女婿还算很满意 因为大家也不了解大家 我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也很不错啊 不用沟通 省了不少麻烦 也省了我自己不少的麻烦 回到香港之后呢 因为地方比较狭窄 没有地方给他跑 我带两个女儿去喝茶的时候 他们也会吵得非常厉害 尤其是这个小女儿更会哭啊 因为她觉得很吵 她觉得喝茶的时候太吵了 因为喝茶的地方很吵杂 卖点心啊 人们聊天啊 甚至我老公还会问我 为什么我整天跟我的家人吵架 我说我们不是吵架 我们只是说话 他们习惯了那里的宁静 回到香港很明显的一件事就是我走路慢了 我跑不过别人 比不上其他人这么快 在街上还经常被人撞 因为不习惯 如果给你再一次选择的话 你宁愿留在香港生活 还是到肯雅生活呢 我以前呢 经常有想要回香港的念头 但是我现在不会这么想了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再也无法适应香港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了 肯雅首都纳鲁比以北 一百多公里的地方 有一间酒店 四十八年前 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这间名叫Tree Tops 树立在森林中央的酒店 是参照当地土人一百多年前 树屋的构思而建成的 1952年5月2号晚上 当时仍然是公主身份的伊丽莎白二世 住进这间酒店 当晚它就好像其他游客般观察动物的生态 突然在英国 传来前英皇乔治武师的死讯 一夜之间 它由公主变成英女皇 也使这间酒店 瞬间鸣满全世界 酒店面向一个水塘 这一带的动物都会经过这里 所以从酒店看出去 就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 由于会见到什么动物难以预料 也可能几个小时都一无所获 所以职员一发现有特别的动物 都会提醒住客出房观赏 由于每晚大约只有十度左右 住客都会披上酒店准备的茅台 走到露台尽心观赏动物 这一晚一只大象来到酒店的树下 惊喜之余 骚然发觉在森林和原野的生活 是相当写意的 原始非洲只要有钱 生活比先进国家来得更有趣味 可惜在这些贫富悬殊的地方 能够享受这种生活的人 只是极少数 眼前这位来自香港的Joseph 在肯亚经历成功的大半生 但现在他极渴望离开 动物和肯亚人分不开 华人在肯亚和动物也一样 就只是狩猎者和被猎者的关系 Joseph从前在这个狩猎天堂 尽情享受狩猎者的乐趣 狩猎过不少的动物 这只花豹更是他的最爱 不过自从1977年 肯亚全面禁止狩猎 华人和动物之间的故事 也跟着结束 可以说说你有什么心得吗 我最喜欢打猎还有钓鱼 只要一有机会 逢到季节的时候围钓去的 有什么成绩给我们看呢 那条大鱼啊 那条什么鱼啊 旗鱼 旗鱼 什么时候钓的呢 半年前 半年前 在什么地方钓的 蒙巴萨 在蒙巴萨 是不是你钓的最大的一条鱼呢 没有 还有比它大的吗 比这条啊 大概打一倍半的也有 那为什么把它挂出来 为什么把它挂出来啊 哦 因为钓这条鱼的时候 鱼尔被甩掉了 甩掉之后 鱼尔就留在尾部了 因为啊 要在溺水将它拖上岸 所以拖上岸的时候 它已经死掉了 死掉要拖上岸啊 是很困难的 花了我大概两个钟头 所以我才决定 把它制成标本 1967年 香港人于老伯 因为香港暴动 转而来到肯尼亚发展 继而定居 他儿子Joseph 1974年从香港 来探望老父的时候 也在肯尼亚 展开他自己的他乡故事 Joseph最初开设中餐馆 与父亲一起管理 由于当时中式餐馆 在肯尼亚属新鲜事物 所以经常门庭若市 Joseph继而将大陆的日常用品 转运到来肯尼亚 卖给当地的黑人 事业慢慢地上了轨道 现在Joseph更负责 替当地的机构 安排融资工作 Joseph不时都会替当地的华人 奔走排南解分 得到其他华人的尊重 所以渐渐地成为肯尼亚华人的代表人物 他曾经被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邀请 代表肯尼亚的华人 迎接到访的中国领导人 虽然身在他乡 但是Joseph感觉到 自己就好像未曾离开中国一样 除了代表香港贸易发展局之外 我知道你曾经接待过不少的中国领导人 是 在赵紫阳访问肯尼亚的时候 中国大使馆指派我 还有我的太太去迎接他 江泽民主席到这里来访问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像是田之云啦 姬鹏飞啊 还有李鹏啦 我们也都有去迎接 多年来 Joseph与大使馆关系良好 不过1989年六四事件 他应联合国要求 代表肯尼亚华人到大使馆抗议之后 逐渐与大使馆疏远 Joseph在肯尼亚找到自己的事业 也在这里建立美好的家庭 不过近年来 他认为肯尼亚已经非安居之所 因为肯尼亚的治安 令他及家人惶恐 甚至兵贼难分 他乡欲结的经历 令他难忘 两年前我被人抢劫 当时我开车回家 被辆车撞倒了 里面有三个人冲出来 他们说自己是警察 把我押到车子里面 然后再抢劫我 当时你害怕吗 当时我不怎么害怕 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了 手表 戒指 手提电话 还有一些现金 打火机 全部都给他们了 包括连鞋子也脱掉 全部都给他们了 还杀我干嘛 还好 是有两个人 他们说要杀我 可是有一个人说 他不是印度人 不要杀他 因为呢 他们对印度人 大概比较憎恨吧 对于其他的 其他的种族 黄种人啦 白种人也好 相对来说 会比较好一点 既然他们拿走了我的钱 他们就不会杀我 问题是 那个时候我有带枪 当时给了他们 所有的钱之后 他们发觉到我有枪 如果我有枪的话 他们是 一定会杀我的 在我的脑里 只想到两个问题 一个是拼命 一个是必死 但当我想到 这两个问题的时候 车就掉到沟渠里了 为什么 沟渠 因为开得太快了 他们很紧张 有枪有枪的 说着自己的语言 大概因为太过慌张了吧 所以就掉到沟渠里了 Joseph侥幸逃过大难 但对这个国家 已存有阴影 加上最近几年 肯亚经济转差 世界银行组织 暂停对非洲的援助 贫富悬殊加剧 社会被添不稳定的因素 Joseph坦言 肯亚有可能会发生 类似年前印尼的暴乱 违及华人的安全 近两年来 他有什么发展了 因为在两年之后会有大选 现任的总统已经老了 他也希望可以连任 但是有些反对派 不希望他连任 到时候可能会出问题 如果出问题 你会怎么做 有问题的话 我想唯一的途径 就是离开这里了 因为你第一 要考虑到自己人身安全问题 但是你的事业都在这里 没有办法了 我是不知道 这里其他的华侨 他们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认为呢 我的房子 我的生意 在这里 根本不算是 什么实业 政府有什么动荡 或者像这种 排外的事情 要发生的话 这些东西 根本就不是你的 你自己会担心吗 不担心啊 没什么好担心的 眼见今天肯亚局势有变 他坦言为了下一代 正计划回香港发展 Joseph太太 已经先行回香港 在将军澳 开设了一间茶餐厅 作为返回中国人地方 发展的市金石 作为儿女将来的安全网 中国现在是一个 强大的国家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跟以前啊 可以说是 无法比较 将来的趋势也是这样 加上中国已经准备 加入世贸 人口有这么多 基本消费力又强 如果考虑经济方面 将来前途都在那边 他乡的故事 从父亲逃离暴动开始 直到自己逃避暴乱 而结束 起点是香港 终点也是香港 只不过Joseph并没有察觉 结局其实早已经写在 自己的餐馆里面一幅 1997年画的画上面 我就回到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地方 来自上海的高材生 机械工程师陈正一 要从一堆废车废铁之中 寻找他乡的希望 陈家有子出掌程 在他乡 尽显学业上超凡的天资 父子奋动的原动力 来自一封由中国寄来的家书 请收看下一集 寻找他乡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